今天呢 来到中城济美食馆 来测价 走进去里面看看一下 这里面玩来炒面 只要6块3秒 这里有股币 只要6块1块 然后这里价钱到10块到5块时间 主要是有手机 hebt 这些 我说是有培导之类 面包是有费 费费 面包只是有费费 不能放来 还有其他包固 就是缺蛋 里面粉 费费费 然后啊,这一套后份的菜都是要用到一到七块左右之间 这种菜在南部下呢,就是蓝品里面 这可在马来西亚来讲的话,是算蓝平庸和专业功夫 那个菜都是三体的 这个糕糕要六块钱 这个糕糕只有一块九了 然后这个糕糕是一块饭 这样子 这个菜都是在十块钱左右 那我们十块钱哦,在马来西亚吃早餐哦 那我们在弄餐煮的地方 东西都测完了 总体而言这家店哦 食物品质还好好哦 测起来是十多块样子之类的 呃,我要带大家去看看一下马六甲的NXK 但是NXK是一家大神的科武装置 不够无装置 所以你就跟着我的镜头 我就带你们去看看一下吧 这里的西瓜 一个不要三块八码什么东西 就是按可以计算 其实行哦,蛮大利益下的 这里的这个一袋苹果 只要十四块九了,就是什么东西 这个一袋里面应该有 应该有画力 画力就是要二十五块 这里的一袋苹果 就是要十块九马九 就是十块钱 十块钱马币 这一袋应该有 也是跟苹果一样有画力 只要十块钱 这里的先叫一袋 不要 然后 刚才一袋苹果 大概四块钱 苹果 比较多 你要从里面写出七个 而七个 就代表五块钱 只要看钱 只要看钱 现在我们来到人动视频 这里的画动 就是现场 这里的画动 比较多准备 四块多 是很多 是很多 是根据我们的 要求来根据选择 现在我们来到肉类了 是很多 是根据我们的 要求来根据选择 现在我们来到肉类了 现在我们来到肉类了 我们来到羊肉 是个准备的 大概走 大概走 这样的size 比如说是有分价钱 有分价钱 传说我不知道这个价钱 跟那个 放价 关系的 但是 至少是五十块以内 这样的size 这里是 大概这样的size 只有 这样的size 只有 还有 二十七块 还有菜类的 这样的一袋 一袋的菜 要两块钱 这两块多 一半多 三块的 三块 的类的 是根据季节的吸取 来做出选招 所以基本上 都是这样玩 这个 MSQA Supermarket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给个like 下一个支持 还有 想法的话 记得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